今天開始要帶您關心最新政局變化 二零二次總統立委大選落幕之後 現在已經要備戰二零二六縣市長選戰了 民眾黨今年拿下了超過三百零四萬票 獲得了八席不分區立委 其中包括黃珊珊以及黃國昌 本來就知名度非常高 也就進入了國會當中 由於八個人都簽下了所謂的兩年條款 照時間來看 渴望挑戰二零二六的縣市長選戰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要求立委們要劃分責任區 盼可以把握時間來深耕地方提前備戰 例如剛剛提到的黃珊珊 她曾經擔任六屆的臺北市議員 而且也曾經擔任臺北的副市長 甚至曾經參選臺北市長選戰 這一次責任區當然就負責臺北了 二零二六可能會再戰一回 黃國昌則負責新竹 這裡是柯文哲的本命區 市長又是民眾黨籍的高洪安 所以他這個民眾黨的大票倉 交由黃國昌來負責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新北市 也是黃國昌來處理了 他也被視為是可能參戰新北市長的人選 將會對上的很可能就是國民黨的洪夢凱 及民進黨的蘇巧惠 另外嘉義的子弟張祈凱接下了嘉義黨部主委 負責張化雲林跟嘉義 那林國成小時候就住在屏東 那這個部分從這些責任區來看 雙黃有可能來負責戰雙北市長 新竹剛剛有提到 這裡是柯文哲的故鄉 由高洪安也就是目前的市長來負責 所以從這些責任區當中就可以看出 雙北市長以及各個全台民眾黨 確實是野心勃勃